大家好我大崔 这两天有一个粉丝说 他家铺瓷砖铺的水泥厚度超出厚度了被增向了 究竟铺多厚才是标准呢 今天大堆给你讲一讲 来咱们镜头看到这 你看啊 咱们现在这个铺贴厚度呢 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 杀灰厚度在5厘米左右 但是啊 有一些装饰公司在这个报价里面就明文写着 如果说咱们这个杀灰厚度超过5厘米 然后呢要收费 这个地方如果说你不跟装饰公司说好的话 装饰公司就会怎么样呢 他就会哪块铺的深的时候 然后给你业主打电话 比如说啊 这个地方确实这个地面不平 然后呢他超过5厘米了 他就给你打电话 大哥你好啊 咱们这个地面太不平了 这个杀灰厚度 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是6厘米 我给你量一量 他这个同一屏面可能都不一样 看这边这边来这边看一下 你看这边就要稍微厚一点 对吧 这边厚的时候他就给你打电话 他就说呀 那个你看杀灰厚度超了 然后呢1厘米加10块钱 是吧 一个屋子100厘米 这就1000块钱 正常来说这个应该不应该收费的 为什么不应该额外收费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现场的量尺的目的 很大情况下 也就是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房屋 有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高低落差 确实有 比如说有一个屋子 有一个下沉 它差的多 可能咱们呢 多费一点料 但是啊 对于这个沙子和水泥来说 其实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它并没有那么高的费用 所以说咱们作为业主 一定要在铺子端这个杀灰高度 这块一定要注意 那么究竟是铺多高呢 来咱们镜头过来 一般情况下 我们整个屋子超水平是第一天 瓦工进场之后 整个呢 打一个水平线 然后呢 跟我们外面的瓷砖做对比 做怎么样的对比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边啊 跟各地风俗还有关系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室内 室内铺贴瓷砖的高度 要略高于室外 这样呢 就有一个啊 步步高升啊 有这个说法 或者说你可以呢 就是弄平了 但是呢 很少说 是这个室内低的 一般情况下 室内都要高于 或者跟它齐平 那么呢 以取决于我们最终的超了一个整个水平 包括我们改水电啊 这个水管的一个高度啊 卫生间这块呢 做坡度等等 一系列综合起来 才最终确定这个地面的一个高度 第一天铺贴瓷砖需要做的是排板 还有我们这个高度的一个确定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作为业主 咱们千万别踩了那个啊 那个那个增向那个坑 因为那个呢 是太低级的一个坑了 好了 我大崔 观众装修美系见 谢谢收看 谢谢观众装修美系统